还要看到的是高雄一间在地开业43年的知名肉干店 因为缺工找不到年轻人来接班 决定要在月底吹席灯号 消息一出啊 客人非常的压抑 直呼可惜 现烤的手工肉干 员工需要每天整天来面对炭火非常的辛苦 老板说无奈请不到人 只好在今年的1月画下句点 厚实的肉干在铁架上不断翻烤 飘出阵阵诱人香气 客人一个个闻香上门 这一家肉干老店在地飘香43年 但老板说这个月底就要洗灯不做了 顾客得知相当压抑 高雄左营这家知名肉干店 每天早上七点半开始 炭火现烤的手工肉干 越到年节人潮越多 许多人都会送亲朋好友当作伴手礼 可惜了 真的可惜了 我感觉这是我们所赢 很拿得出手的一个伴手礼 真的 这样真的很可惜了 送给朋友到现在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 风年过节都会过来买 对 然后也会介绍亲朋好友过来买 然后有些学弟也是 都觉得好可惜 招牌后片猪肉干 烤熟后放入机器切块 再靠人力修剪掉烤焦的部分 做法反复辛苦 老板从年轻做到老 烘烤的过程两三个小时得不断翻面 面对炙热的炭火灰汗如雨 很难找到肯吃苦的年轻员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